美军舰前脚刚走,盟友就从背后狠捅一刀,擅闯他国岛礁才算军事化。 美国平级着强横的军事实力,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盟友,其军舰时常打住航行自由的旗号,出没在全球各个海域。 近日据报道,两名美国官员宣称,美国的安提坦飞弹巡洋舰和西金斯飞弹驱逐舰驶驶入西沙群岛范围,并进行了机动演习。 我国海军查证识别后,立即警告并予以驱离。 两艘美国军舰前脚刚走,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,对于外界频频指责中国在南海军事化是不公平的,如果有不止一个国家在军事化,那这还算军事化吗? 如果有其他国家的海军出现在该海域航行,这算军事化吗?我们甚至对军事化都没有定义。 很显然是在抨击美国军舰肆意闯入他国的行为才叫军事化,作为美国的盟友,在这个时间点打脸美国,堪称一记神助攻。 近期,菲律宾公开拆美国的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尤其在岛礁问题上,不止一次的支持中国。 上次岛礁部署飞弹后,面对西方媒体的频频挑拨,以及国内民众的指责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公开表示称,中非关系向来友好,理应支持中国行动,本国并无其他居心,即使飞弹部署了,也并非是指向菲律宾,无需恐慌。 此次菲律宾外长就此事又做了进一步说明,首先,永兴岛在中国和越南之间,根本不关菲律宾什么事,其次有些人总说这些飞弹是用来威慑菲律宾的, 请相信总统的话,这跟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,中国的洲际弹道飞弹射程有一万多公里,如果中国想打菲律宾,从任何地方都能打,根本不需要用这些岛屿上的飞弹。 此番言论意在就最近菲律宾国内舆论批评政府,没有对中国南部岛礁部署做出任何行动的解释,除了稳定国内民众的情绪以外, 更是对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回击,可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,在中非共同开发南海已取得较大进展的大环境下,无良媒体在这个时间节点恶意炒作,试图挑拨两国关系,显然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。